如果要写一首歌NFT 你们有没有兴趣 因为我觉得它是无限可能的 NFT世界里面 最终的首歌一定是关于你们的好 心率不好啊 容易被吓到啊 都不要来碰Kripto 比较好 那个歌名叫 我一夜暴富 明天破产 你会不会听他们讲 就是 I'm too late to join 这个 因为你看 刚才他们这样说我就怕了 我还是做音乐好 先真的是带着那个新菜去做 然后 就自己更多知名人梅子 铁剑 铁剑 衣服 铁剑 铁剑 钢 铁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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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要讲一个 old school 的 term 吗 No Music No Life 还记得这个吗 No Music No Life 然后今天我们讲音乐元宇宙 第一个问题就是 concert in 元宇宙 你的对这个概念 还有印象深刻的一个 元宇宙演唱会是怎么样 像 Uriah 我是看anime的 我是看anime的 就是她自己本人是在拍着她自己 可是她本人不是在现场的演唱会 然后她在一个房间 project 她自己在那个演唱会 然后她要换衣服要怎么样 都是 special effects 的那种 然后可以飞啊 然后全部的东西 我先讲两种看你们怎么看 对我来讲 元宇宙演唱会 或者 virtual concert 两个分开 Travis Scott 是一种 另外一种 JJ的演唱会 就是我们在疫情那时候搞的 她就开一个没有人的演唱会 但是就是在虚拟线上卖票 你觉得那个算是 virtual concert 我觉得也可以算是 因为她只要不是 offline 的 她其实都是 virtual Virtual 也可以分成真人 或者是 you know 来虚拟虚拟人物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因为 她还是一样是真人 可是她的整个 infrastructure 都是 virtual 她还是有个舞台哦 她有舞台 可是你看你不在她的台 你不在那看啊 对啊 对啊 as a user 你在观看了整体的体验 她就是 virtual 所以我 Leading to my next question 我有一个很好奇的东西 就是 如果说 线上看演唱会 其实我们 现在你要说虚拟世界也好 你要讲线上看也好 跟人家进去那个 metaverse 也是用电话看还是用电脑看 哦 差别很大 是不是很大吗 差别很大 我是讲那个 experience experience as in 我们看的东西 暂时性只是用那个 那个荧幕来看嘛 我是想可能 future I don't know maybe this will happen 我不知道 就可能她能够 feel到可能360度 很像VR这样子啦 可能VR 可是比VR更先进一点 可能她可以感受到啊 就4D这样子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还没有到那一天 还没有 还没有啦 我直接想想了 on the way 不过其实是另外一种 experience 好像我第一个演唱会 那种 virtual演唱会 是在Fortnite里面看的 那种角度啊 那个东西 全部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当然你不会有那种很拥挤的感觉啊 有那种汗臭味啊 演唱会那种 是没有可能的 那种气氛不在啊 不过那种气氛是 我不可以讲不在 是不一样的气氛 experience不同的东西 那你们出席过的 呃 元宇宙演唱会 讲一下 有那个歌手 我出席过的呢 他不是歌手 我也不知道是水很像 谋面歌手这样的 然后他就是一个avatar 进到这个演唱会里面 然后只是里面哦 没有规则 你要坐下还是什么的 你可以走来走去 只是你不能上到舞台啦 就是你可以到处走 到处走 因为大家也不建议你走来走去 因为他们的视觉 是不会block到他的 你就算走在他面前 都不会block到他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 就不一样 可是 如果你讲要感受到 那个氛围哦 那个感觉就没有啦 因为毕竟他都还是 在这个荧幕嘛 目前 目前的科技还没有到 可以体验到 可能我相信 在接下来的可能 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我们是可以感受到 现场的气氛 应该哦 我先问啦 因为 演唱会是 traditional ok 是一定要有人 然后你要 travel 你要去一个地方 但元宇宙是 anywhere 就是如果你有海外的观众 他不用飞过来啊 那会不会更方便 我觉得 everything is good and bad 好像比如说 如果做这样的东西 是很convenient 如果我是想要去 看那个演唱会 我是喜欢那个 experience 就比如说 塞着车啊 或是跟一群朋友 过去那边看啊 就那种 有故事的 experience 这样子的 如果有时候一些东西 太过方便得到的话 可能会失去了 那个value 在那边啊 现实的呢 你做三顶真的是三顶啊 那我们就问一下 Win 因为你搞很多project 暂时 你怎么看 音乐 as a content 在元宇宙的经济发展 这NFT这一方面呢 还是很visual impact的 嗯 就这样啊 你看到那个画面啊 马上会动 还是你click给它动啊 那分别都会很大 音乐的话 那么要标榜这音乐的人 他到底是怎样去处理 他的音乐 这个系统 怎样把它放进去 他NFT里面 然后怎样把它present出来 然后 Indiana Day 还是很靠visual 你一个很好visual 会很加分 未来当然是这个 visual 不会是最重要的 因为 演唱会嘛 听还是 听还是一定是最重要的 现在一定会有一个问题的 你在真正演唱会 听歌 你在家里拿那个laptop听 嗯 那感觉 那speaker还是不一样 看 你可以 bluetooth去比较简一点的speaker的 就是 就是 就是这个sicle shell 可能 到时候可能不是speaker 到时候可能那个VR眼镜 应该怎么样他 他本身的影响就很好 等等 我的意思是他 这个还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 被解决的问题 那如果要写一首歌NFT 你们有没有兴趣 就是一首歌 然后又要签他 又要签他 没有 因为我觉得他是无限可能的 没有我跟你讲 NFT世界里面 最重要的首歌 一定是关于Mental Hub 没有啦 不是NFT Crypto Crypto 对 这个心态 心率 心率不好啊 容易被吓到啊 或者这个 有三高啊 都不要来碰Crypto 比较好 那歌名叫 我一夜报复 明天破产 这个 歌名也赢了 从富豪到乞丐 没有 有共鸣 有共鸣 你会不会听他们讲 就是 I'm too late to join 这个 因为你看 还是你觉得 No I 我还是stay在 我现在这个 这个区域 我现阶段的心态是这样子 因为我可能连自己的一些 基本的 这些一些工作上的东西 还没有大吻 所以我就心想 Why not 我花我一些effort 在做我的工作的东西先 等我吻了之后 有更多时间的时候 才去玩这些 NFT 的东西 我其实也不知道 那个版权 比如说如果我现在这首歌是 Under自家公司的版权 如果自家公司的版权 要放在 如果我要同一首歌 同一个东西要把它放在 NFT 那边 是不是 两块东西吗 还是它是同一块东西 它Birect supposed to be 同一块东西 可是今天这个 NFT的这个ownership 为什么大家这么 就是说 这么期待它来 颠覆 我们这个 我们讲说creator 或者entertainment industry 是因为 在我们的industry 有很多东西 你很难去 declare 说它是你的 都会是 NFT 都会是Digital Asset 然后 这个Digital Asset Owned by谁 清清楚楚 OK 我们聊到现在 都feel到 其实Uriah 是想 think about Metaverse 但是of course 它不要花多点时间 在音乐创作方面 对不对 老实讲 你会不会觉得 元宇宙的这个format 音乐的结合 会赚得比传统多 不一定 不一定 怎么看 我觉得是 看回应用场景 传统以上会 scalability 没有online来的强 你居然办一个场 做2万人 它max就是2万人 然后票就超超超超超 但是你在online上面 unlimited 你可以要做多少人 你就可以做多少人 而且它如果 一样是把每一个entry 当成一张票卖的话 Sky is the limit, bro 就是多少人喜欢它 多少人就会去 所以我还是回到 那个应用场景 我觉得元宇宙的人 都很excited about New World 或者是用心加 come to 元宇宙 然后刚才你讲 Sky is the limit 你会不会 As a friend 你会不会鼓励它 As a friend 我会 叫他专注在音乐先 因为专业的事情 交给专业的人做 就到时候 这个东西 它的基础设施成熟了 自然而然 一定会有这样子的 机会 But can I come in just for fun yeah 那好像你刚才讲的呢 可以 就是心态要够好 OK 其实呢在访问之前呢 Uriah也有跟我讲过 其实元宇宙 我想要学NFT 我想要学NFT 我朋友朱浩仁整天跟我讲 哈哈哈 直接 没有关系嘛 Friend 你问他 浩仁你亏了多少钱 哈哈哈 你是觉得哦 你要学完 I mean at least 学了才进来 那你们怎么看 其实很多元宇 要学到什么程度 才可以进去呢 你怎么讲学了才进去呢 我所谓的学了才进来 不是叫你去明白整个 web去是什么 我讲说 进来这个圈子 最重要的一点是 学会什么叫风险 管控险 就是说为什么要学会这个东西 因为很多人对 投资没有概念哦 他会以为 哦 投资了 我手上有100千 我对100千全部都 丢进去 然后 亏了怎么办 亏了怎么办 当你讲了解更多 你可以去Metal Space X 我们 我的嘉宾今天 我们请过来的 他觉得 就有结论 我还是做音乐好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是觉得其实 你 你应该进来看看 然后还有一个东西 很重要就是 你要有一种心态 就是讲 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也不会是 那版权的owner 就是讲 这个东西 在这个web去的世界里面 所有的东西都是分享的 OK 版权这些东西也是 分享形式的 你要看 大家怎么一起 帮你把这个东西 推上来 就这样简单吧 今天 整个整个 整个就是 聊天的过程 有没有加深你对 元宇宙 跟音乐结合 这方面的认知 你觉得 会不会加了很多 还是你觉得 很confusing 更烦 更烦 你看那样子又很烦 说真的还是很confusing 比之前更糟糕 对 我觉得我真的是 可能要拿一笔钱出来 去try先 我才会明白 我就要怎么用音乐 去跟他们结合 这样子 不然现在 讲得很像我也是 它不一定是投资 你可以投资在自己的音乐 本 in metaverse 它不一定是 币的交易 也不一定是NFT 怎么将音乐 融在元宇宙里面 我看过很多人 就是讲 他一进来的时候 就讲可能是一个艺术 可能是一个营业人 他们进去的时候 就讲 我要自己 就在OpenSea上面 命我自己营业都拿去卖 没有人可以卖到 这样子 因为NFT整个 Ecosystem 你最重要的一个环 就是整个Community 这样我很好奇 因为传统的方式 就是唱片公司 发CD这样子 然后现在就已经转去 online 不是 NFT那些 在online 然后接下来的 You know Future 会不会是完全转去NFT 会走入就是NFT 就是我买这个NFT 我就是持有你的这个唱片 这样 对 其实换成NFT 我买你的NFT 就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的创作 我支持你的音乐 所以我就会去买 其实我觉得是一样的东西 这是一个是传统 一个是这个虚拟的 只是不一样而已 嗯 如果你今天是做一个 呃 concert ticket的NFT的话 这样你的idea又不一样 要看你的audience 要看你的整个 你的package是怎样的 那么你才进行这样东西 我相信不久之后 各大唱片公司 他们都会有他们自己的概念出来 都有自己concept 来做这些东西 最后其实还是回到business model 因为这些啊开演唱会啊 就是现在传统已经有了business model 怎么样把它online化或者虚拟化吧 我们有个短暂的目标啦 OK 就是帮他搞一场圆宇宙演唱会 OK on board 要搞很容易几个观众啊 对啊 哈哈哈 不担心 MetaSpaceX 有的是流量 没有的是人嘛 对不对 就是这个business model可以玩没有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然后他就唱他的歌 然后我们再看发行NFT 然后来进来看 因为你想分享嘛 我们就单纯的 如果我这样的想法 可以融合大家的这个智慧 我们也不要赚钱啊 找歌迷 找知音人 是anytime可以做的 整个NFT真的是 哇 产品败奖这样 那么最 其实现在 你讲的是很有道理的 最流行的东西 其实是免费的 对啊 对 先真的是带着那个心态去做 然后 就聚集更多知音人美主 我觉得真的 你不可以打那种心态讲 你一定要赚钱 你一定要是 我进去 我可以亏多少 嗯 那种心态进去的话 你就真的不一样 如果你赚钱的时候 就真的在赚 我喜欢这个逻辑 我有一个要求吧 我的Avertile可以飞 这个好啊 很容易啊 然后我相信在看着我们这个 原来你是虚拟人的朋友 希望你也跟我一样 就是可以透过不同 就是不同的人 不同的角色 OK 不同的专业领域 来一起聊这个东西 因为它是没有一个教科书的 就是透过聊天 认识 一起来 共创一个 我们对元宇宙的认识 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记得去我们MetaSpaceX 我们感谢我们的嘉宾 首先我们感谢Uriah 感谢Cody 感谢Vin 还有感谢Niki 我们在原来你是虚拟人 下一集再见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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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